盯着奥运转播 这群人都是中国大陆跳水好手 全红蝉成玉系的亲友团 正帮他们出赛呐喊加油 全红蝉漂亮的起跳转身翻腾入水 动作俐落令评审们无可挑剔 在巴黎奥运跳水女子担任10公尺跳台 第一跳就获得满分 奠定金牌基础 最后以总分425.6分 赢过队友成玉系 拿下卫冕 完成中国队在奥运这项目的七连冠 我觉得获得了10分很不可思议吧 也是 但是首先还是把自己的动作跳好吧 也不能去想太多 但是全红蝉也透露 他只给自己打50分 因为除了第一跳 后面都不够完美 也否认自己是天才少女 因为一路上的训练 不是苦就是疼 10米台的空间你完全低了 你水花想要那么好就很难了 所以他每长一公分 你就不是长一斤嘛 一公分你可能要长好几斤 或者一两斤这样 你还要控制体重 然后还要去 每长一次你就要去挣扎一次 这两年两个小姑娘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东京奥运夺冠时 全红蝉才14岁 过去三年 他不断发育的身体 增加完成动作难度 现在他以17岁131天的年纪 成为中国奥运史上最年轻的三金王 打破中国第一代跳雪皇后福明侠 当年17岁350天的年龄记录 大人看了都要倒抽一口气 但是过去的全红蝉就站在这里 小小的身躯 从10公尺高台一跃而下 需要的不仅是勇气 意志 更要日复一致的刻苦训练 七八岁的时候可以练 就在持冰的时候不害怕 就上去高台的时候就害怕 会恐高 会比较怕吧 那种就跟过山车似的那种 你就觉得你跳下去的时候 其实感觉还挺好玩的 觉得很刺激吧 从跳水启蒙 到最年轻的三金王 全红蝉身边有着不可或缺的 美丽推手 他世界上对我挺严格的吧 但生活上就对我特别照顾 特别好玩 严格了我 就 怎么照顾 你说说 头发谁给你剪的 脸油谁给你买的 谁给你买的 全红蝉口中的教练陈若林 是上一个在女子时光 是高台跳水未免的霸主 生涯五面奥运金牌 现在指导全红蝉既严厉又亲密 我经历的就是他之前就经历过的 现在发育期就特别难吧 我觉得 肯定他那时候也特别难 所以我觉得他能坚持下来也很要不及 全红蝉来自广东正江贫困的农村家庭 有五个孩子的低收入户 他坦率地说苦练跳水就是为了赚钱给车祸的妈妈治病 没钱 没钱 我连游乐园没去过 动物园我也没去过 每次看到一些很可爱的一些 我都特别喜欢 然后偶尔会看看具体生 我还看动漫 TVBS大运动家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In